袁世凯 臣在 数万金官全都撂挑子了 好像就冲着你一个 你说说 这是为什么呀 离定新官制 臣过于猖狂 请太后置臣之罪 他们的折子上 好像说的不是你的态度问题 你倒是瞧瞧 说给我听 书和袁世凯指鹿为马 请杀之以成立宪者 是何意呀 这意思是 臣就向秦朝的赵高 在朝堂上指鹿为马 恫吓朝臣 如此权奸 只有杀了 我大清的立宪 才能顺利进行 还有呢 我大清的 书和袁世凯心如蟒 行如操 请诸之 已成新官制辙 这又是何意呀 这意思是 这意思是 臣的用心 就像篡汉的王莽 臣的行为 就像汉贼曹操 如此狼子野心篡政夺权之人 只有杀了 新官制才能完成 还有呢 这一则奏臣说 勾结权臣 这一则奏臣说 这一则说臣大逆不道 这一则奏臣说 彭彼为奸 这一则说臣 司马昭之心 路人劫之 总之 都是死罪 这些罪状你有几条啊 太后说几条就有几条 跟我怄气啊 臣不敢 要是你坐在我的位置上 你说该怎么办呢 太后容炳 臣以为 这些参折 都是关在屋子里 憋出来的小人之箭 我大清新官制 一以身远 若是以这些小人之箭为准 皇太后的力线鸿图 何日实现 臣恳请太后 对这些个谋事不足 败事有余的小人 绝不能心慈手软 请沙姨两个领头的 这些个小人的气势 就不会这么嚣张了 开头嘛 我倒是跟你想的一样 可细意琢磨 沙姨景柏这招 用得太多了 恐怕就不管用了 干脆都杀了 可是数万金官 数百万外官 也杀不过来呀 要是不杀他们 只杀你一个 就平息了众怒 官职也改了 立宪也成了 那倒也简单 可我又舍不得杀你 两相权衡 这样吧 你把你的北洋六镇 开进北京 先把金官都杀了 再杀向各省 你看如何呀 我 护一臣 无状 请太后恕罪 秋操快开始了吧 是 在哪儿进行啊 回太后 在丰台大营 这是大事 你是阅兵大臣 要早点准备 是 离定新官制的事呢 你就不用管了 小李子 诺太在 送袁世凯出去 喳 谢太后 老东西 后门 袁大人 你要走好啊 李公公 你听我说 我说你们都回去吧 太后 今儿不在园子里了 这鸟 关在笼子里头 还会让它飞喽 看来 要烧开这锅水 咱们还得加把火 北洋第一阵统领 冯国杖 北洋第二阵统领 段祺瑞 北洋第三阵统领 王世珍 北洋第四阵统领 曹坤 北洋第五阵统领 孟恩远 北洋第六阵统领 张勋 北洋第五阵统领 请大帅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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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儿的人呐 直立合奸 在哪儿做官呐 直立合奸 大庆官至 异地为官 你怎么在一个地方啊 袁大人说 家乡人给家乡人办事 顺流 倒也不必拘泥 那对立宪怎么看哪 立宪好 立宪妙 立宪就比不立好 这话怎么听着耳熟啊 宣传立宪 小臣则无旁贷 那对新官制呢 你们那儿的官员 都支持吗 支持 立定新官制 袁大人进京 我们都光彩 我不交钥匙 我不交钥匙 外边那些金官看见了吧 他们可是都要杀你的袁大人 我不交钥匙 我不交钥匙 我 听说袁大人要除他们的官 他们都急了 那立宪要是也除了你的官 你还说立宪好吗 立宪好啊 就是好啊 立宪就像娶媳妇似的 美得很 除官就像上吊 死囚了 刚娶了媳妇 就让我上吊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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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这 去媳妇 上吊 我不交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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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妇 卫妇 数万金官要跟你死磕啊 太后上了鸾列 他们就跟到鸾列 我看他们立宪是假 沙元也是假 只不过是打着立宪的旗号 反立宪 打着沙元的旗号 还是为了反立宪 一旦事情闹大了 他们可就假戏真做了 卫妇 这个你不得不妨啊 大帅以保大清江山 太后还能不便相臭了 太后是个明白人啊 不过 卫妇啊 就在这封台大营 发生过一个故事 你们可都听说过 说就是用不着卖关子 说的是年大将军的故事 雍正爷即位以后 赵年庚瑶自青海班师回朝 雍正亲自交迎 目睹了君荣如火 极其壮观 心里头便生了警惕 既在那会儿正值盛下 雍正为世体恤 下令将士谢家休息 可年庚瑶的部下 对着惶惶圣裕 对着惶惊 至若罔闻 年庚瑶见此 从怀里掏出一面小旗 晃动几下 顿时欢声如雷 是卸甲如山哪 就是 真是吧 后来雍正杀年庚瑶 起因 正在此时 军人 你的意思是说 太后疑心大帅谋反 多事之秋 君权在握 总是朝廷大忌 皇帝轮流坐 今天到我家 反就反 能怎么着 这把枪的来历 你们大家都知道 马官以后 李中堂曾用他赌命 咱不赌那个 咱今天就赌个响 大帅 六比一 我赌不响 黄小伯尔 黄小伯尔 我赌空 小伯尔 你们哪 跟我耍小孩子脾气 这何苦来呢 我听说不少的金冠 风刮着了 雨淋着了 太阳晒着了 病了 我心疼啊 本意呢 预备立线定了 清官制来个长痛 不如短痛 看来啊 全都舒服惯了 一点都痛不得 一点都痛不得 沙元立线 亏你们想得出啊 新官制的旗子谁举着 我一个 袁世凯一个 立线的旗子谁举着 还是我一个 袁世凯一个 怎么不写上杀我呀 又一回用心良苦啊 你们的身后有高人哪 可是这个高人哪 为的也是咱大清 倒叫我 一旷 是 那是护家没了 这些日子 你也累了 就歇下吧 是 瞿洪基 臣在 新官制的总司核定 你就接过来吧 遵旨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齐齐齐 太后生意 大齐齐齐 太后生意 袁世凯 臣在 你的意思 我都明白 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呀 我也难 千难万难 太后一言兴邦 小的时候 常听大人们说明朝的事情 明朝灭亡 自是我太祖皇上的雄才伟虑 可是啊 一个国家要烂 总是陷烂在筐子里 明末大乱 千乱万乱 有一条 连显明史的人都没有注意 明末的崇祯皇上 不是不行心政 为了挽救大明江山 他也做了不少的事 其中的一件 就是裁撤各省驿站 那驿站呢 是朝廷与各省传递消息 也是官员们歇脚的地方 可是他腐朽了 变成了敲诈勒索 朝野勾结的肮脏地劲 崇祯皇上就下决心撤了他 数千驿站的官员 免了官 数万驿站的义夫 没了饭碗 袁世凯 你知道吗 那丢了饭碗的义夫里面 有一个后来把明朝灭亡了 是李自成 那我的意思 你懂了吧 臣懂 但臣不相信 我大清官员中会有李自成 太后的意思 我大清新官制不能彻底实施 无非是利益所在举国官员不从 既是如此 臣的北洋和直立愿做出表率 大清新官员 太后生平 大清新官员 太后生平 臣的北洋权最重的就是这北洋六镇的军队 新官制离定成功 军队将统归内阁陆军部 臣今日 既交出北洋六镇的军队 以责成新体制 以维护我大清立宪之纲 大清立宪 效忠太后 大清立宪 效忠太后 臣总督直立 能为江臣之首 实因北洋统领全国实业 利益之大 举国官员无过于臣 臣愿交出 邮政 铁路 矿物 农工商等所有八个实业的官差 从此贤归新官制各部 这些个部门的实业官员 与微臣遵从义讯 从事北洋新政已有七年 实业专攻 业务贤手 归于新官制各部后 或能对我大清立宪 或能对我大清立宪之机 略有功功 太后 微臣此举 并非惺惺作态 此次离定新官制 臣自知猖狂 私心亦存 百官忌惮 罪不容赦 然 臣罪可诛 宪政不可停 太后 臣 一官 一职 一身 一命 合租细在 为官制不革 宪政不举 我大清的江山 就危险了 明睁一口 挖去兴头肉 辽阙眼前窗 袁世凯 起初我的想法 何尝和你不一样 可你都看见了 举国的官员不从啊 杀几个吓唬吓唬 给你个阳奉阴维 就像他们举的旗子 杀员立宪 岂不更乱更糟 我要是把他们都杀了 官制倒是改了 立宪也兴了 可我大清的阳子也尽了 不是给他人做了嫁衣裳了吗 只好走一步说一步了 不过 咱大清的历线不是不搞了 只是不要这么闹腾啊 咱大清的新官制 也不是不搞了 只是不再搞这种一锤子买卖了 有些个事情啊 咱们这代是办不成的 可下一代会接着做 我呢 也是为你好 我要是一个劲地由着你 把满朝的文武官员都得罪了 我活着没人敢把你怎么着 我要是死了 你会死无葬身之地的 你明白吗 好吧 你的兵权我收了 你的兼差我也收了 这两样东西 是咱们大清预备立宪最大的成果 也算是给黎定新官制 涂上一层大公无私的油彩吧 我呢 也不会再给你什么东西了 姐姐 刚才 你不是已经废了跪拜之礼了吗 我本来琢磨着 只要立了谢 这也是早晚的事 照今儿个看来 这也难 不过 今儿个咱们君臣再来个心灵 也是这一场大乱的一点念性吧 不过 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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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遙追世记 苏武慕阳 身出一帮业业精心 然 苏武不忘故国 不改旗帜 真是可敬可叹哪 老师处境生情 随处都是境界 可惜 老师的连结奉公 竟不能感动满朝文物 不求文大于人 但愿明者保身吧 再说 我有你这样的学生 大感欣慰了 学生做得还很不够 不过 太后一旨 老师您为新官制总司合定 看来已是胸有成竹了吧 我说玉鼎啊 我要怎么做 你真的不明白 新官制中老师要的 一定都是端正连结之人 那是自然 有些个人嘛 我是不想让他们进入新官制的 袁世凯君权官差权美了 自然已是被排除在外 还有呢 还有 难道要倒进 庆府不死 鲁难未夷 庆王不除 大大小小的袁世凯 就总也死不了 就是暂时死了 还会复活 大人 肉熟了 熟了 可以吃了 一定要找他们的确凿证据 庆王和他那个宝贝儿子 一个贪财 一个好色 总会有把柄 你私下多找几个御史去查 不要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学生记住了 是 那你 这 voy 绝 一 冬 冬 冬 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咱就效忠袁大帅一个人 喝 新官制总司核定 军机处不可更张 军机大臣 义匡 徐鸿基 吏部不可更张 吏部尚书 陆传林 吏部不可更张 吏部尚书 朴梁 内务府不可更张 太监总管 李连英 巡警部更名 民政部 民政部尚书 徐世昌 户部不可更张 更名 杜织部 杜织部尚书 载则 兵部不可更张 兵部不可更张 更名 陆军部 陆军部尚书 铁梁 增设农工商部 农工商部尚书 载镇 户部尚书 唐庆昌 这次新官制的义定 我皇太后运筹 运筹为我 目光远大 先做了这些事情 以后再深入进行 你们西方报纸说 我大清这次新官制改革 失败了 这是不对 怎么能说是失败了呢 还是很有成效呢 我大清的国情 和你们西洋不一样 所谓欲速则不达 有些个事情 暂且隐而不发 将来才可收药如也之效 我直立 整理编发的 这本太后的小册子 看看才知道 我大清的立宪之处 有多伟大 最初的步骤 在准备 新的新的立宗 会是 准备办公室的 杨六的 八百十一天 我们没有看到 这场改革 是有任何官员的利益 话不能这么说 这饭要一口一口地吃 路要一步一步地走 太后一训 还是要走一步 看一步 新疆国国都希望您能成为 但现在看来 新疆新感冒恐汗的冠军 你必须有读了一篇文章 我写了 新疆国家是否看我的文章 华铁卢 华铁卢 那是个什么卢子 it's a place in Europe the French Emperor Napoleon and the English Duke Wellington had a battle there and Napoleon lost and because he lost he lost his entire empire and I bring it up because I think it's appropriate the situation 他也是失败了 也是很北壮 也很遗憾 用不着遗憾 她是皇帝 我不是 那如果袁大人是皇帝 结果会如何呢 臣监察御史蒋世兴 查得庆亲王一筐 将其私产两百万两银子 存放于东郊民下 英商汇丰银行 该亲王自检授军机大臣以来 戏大不捐 门庭如市 花钱如水挥霍无度 如此巨额之财产 险戏贪污纳惠所得 汇丰洋行私事 赶我大清立宪之城 赶冒去职之险 愿提供该亲王存款铁证 往朝廷派员彻查 我大清广人厚则 宽容轻贵 然反贪抗腐 亦须从我做起 以朝表帅 来喝 来 他也敢弹劾本王 他算老几啊 他也不照照镜子 看看他是谁 那个蒋世青啊 他真是不自量力 来 你给我 你给我 给我 不能再喝了 本王五十大寿 高兴 阿玛 坏事儿了 查案的大臣 已经去汇丰银行了 老佛爷真要查我呀 还算是侥幸啊 今天是洋人的礼拜日 洋行不办公 没份茶 老佛爷说了 明儿可接着茶 真是个好计谋啊 安明 你说什么呢 御史坛和咱阿玛 洋行礼拜日关章 在这啊 真有这么巧的事 就这么巧 不对 他们是想留出 这一天的时间 让咱们上钩啊 钩 钩什么钩 钩咱们的银子 那就给他这银子 把事情摆平了不就完了吗 他们要的不是一点银子 要的是咱的二百万两银子 约 4 2 4 3 4 4 4 5 5